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台湾启示录八八水灾 浩劫后特别报道 我收美香 五年前开始进行的增稳水库越狱饮水工程 它究竟是不是小林面春的罪回祸首呢 这项工程的争议早在十多年前 当地的住民就展开激烈的抗争 环保团体大声疾呼 这项饮水工程将会严重破坏到当地的生态环境 威胁到人民的身家安全 但是面对国家机器 人民的怒吼 犹如是狗废火车唐壁岛区 玉山山脉还有阿里山山脉 硬是被炸药炸穿了一个洞 埋了一条长达15公里的大水管 把老林溪的水引入了这条水道 最后流到了增稳水库去了 表面上这是解决水荒的权疑之计 但是外界有声音质疑 增稳水库根本不缺水 那么政府为什么硬是要跟天来争水呢 意外发生之后 据说当年带头抗议的议员 还被水里署的官员威胁 不准乱讲话 侥幸逃过一节小林村村民他们说 大家一直以为 他们的家是被土石流给掩埋了 但是他们亲眼看见的却是 村子旁边的整片山壁 就这样子垮了下来 这难道不是因为 榨山之后所留下的后遗症吗 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影响 这事关四五百条的人命 小林村的村民 他们绝对要追究到底 为什么原住民击败林跟咖地共途都没有死侵 短短的一个月云水几乎不到五年 把这些三河都毁 小林五百条连环呢 就是这样子冤死了 总统 这比赞谁来负责 2006年包括了高雄县桃源乡 还有那马下乡的原住民 抗议水利署在当地进行越狱饮水的工程 一群人来到了工程隧道口 阻止工程进行 双方爆发了冲突 这是你们的行为 小林村的面子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村民说 自从政府开始榨山饮水之后 灾难就开始降临在小林村了 男子先缺水突然变得很小 小的比油矿溪的水量还少 所以你就觉得怪怪的 大家都在都知道 这么大的水量突然变少 一来上去 大家这些都在担心 那还没有留几个 大到把假讯都冲掉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啊 五百条人命啊 救你在天堂 安顾他们 我说把这一个小林村的数百条的人命 说规则已在刚刚我们提到的整个隧道开凿的过程里面所造成的 我真的跟各位报告水利署会觉得无限的沉通 我们会 会难以复合 15年前政府评估 增稳水库可能会有缺水的危机 因此计划扩大台南地区增稳水库的蓄水量 但是当地原住民却认为 这样子的计划将会破坏山林 极力地反对 工程因此搁置了十年之久 2004年水利署经过环品 这项水利工程重新地启动 立法院冲通过了213亿的工程预算 将edi的原住民愤怒复以 决心要抗争到底 喻BLE 味道 加油 大家过来的共识 为什么会造成三邦 为什么会造成三民态 陶渊煞那么严重 我们在想 我们不是人家 我们推测 是不是你中文涤入侵水计划 从 geen Pode 大要炸 上面像这边炸 从两边炸 然后上面像从大土那边用炸来炸 是不是因为这个低河震动造成 这一次呢 把我们这个险渡山整个崩溃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跟越狱银水有关系 因为它那一条河就跟越狱银水 它穿山过的那一座山 是沿着那一座山 那一座河是沿着那一座山 很奇怪怎么会有咚的声音 因为那个声音很大 我们那个山间这样回声都很大 咚一声很大声 那你会感觉 你住在这里吗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用炸药 这个地方有用炸药 但是是从洞口近近一千两百公尺 才开始 那一千两百公尺用的那个炸药 动一声音 它影响手机 刚刚已经说过 那个衰减了大概几到四百公尺 是 根本它的影响不会出洞口 可是为什么他们灾民都说 有听到那个炸药 那是声波 会有听到声音 声波跟震动是没有味 不一样 这边